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盘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真伟 各位今天又礼拜五 整体的一个盘式就如同我昨天就跟你讲 如果这个盘按照1月4号涨起来的话 我等一下图形就再给你看一遍 两天到六天 因为这一波的一个涨声涨了1568点 有两天回档的也有六天回档的 大概落在209点到212点 这是之前的形态 未来会不会这样走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按照之前的一个类型 我们可以合理的一个推论 当然这礼拜六日你要做什么功课 各位就是要来看蔡老师跟你讲的产业面 各位盘式跌了两天 蔡老师这礼拜二跟你讲的股票 竟然在今天没有一支跌 很奇怪 我这礼拜二4月9号跟你讲的五期金钱报 来各位 讲华为正式切入电视产业 牵动相关产业链的商机 昨天4月11号也是华为P30 他准备在台湾是4月20号开卖 所以说这个热闹滚滚 很多优惠的一个什么一个方式 我就跟你讲2019年 华为手机他要称霸全世界 他要击败苹果大概就干掉了 他要击败三星 因为三星大陆市场现在也没市场 大陆市场都没市场了就再见了 各位对不对 他要击败三星登上霸主 这礼拜二跟你讲说 华为要切入电视产业 为什么 他看到小米切入了三年 去年第四季赚一堆钱 他也要来吃这一块肉 见烈欣喜 所以我这礼拜二4月9号 我就从这方面来跟你讲 对不对 新霞泰山超北海 对不对 华为的新进 我是不是跟你讲电视产业的一个变化 华为要切进来了 然后相关的个股 3596致益 2449金元电 2454的联发科 你看这礼拜老的滚滚 各位一切的东西通通不用再赘述 你可以在品封大中华 赖生活圈里面的主页看得很清楚 而且这是第36级之前有完整35级的存档 各位你还没加入的话赶快拿起你手机加入 打开你手机的LINE加入好友 官方推荐显示全部 接下来搜寻品封 你按加入就可以了 你都可以知道原来这些产业面 真的可以主导后面的盘势 那不然法人要买什么股票 难道去买主力股吗 没有营收的股票 只有主力一直在买 现阶段的主力很多变成假外资 各位这二三十年都在干这种事情 你只要存够钱 比方来说你在一些特定的外资 你有五百万美金或者一千万美金 他就准许你开户 然后那一些理专就跟你讲 你可以用我们的户头做一些操作 因为一样是外资进出 那当然很多大股东就这样做 现阶段已经流行到很多的业内跟主力 也来做这方面的事情 这蔡老师十几年前我都已经摸手了 所以说市场上谁在玩真外资假外资 我一清二楚 各位这个东西就是你不懂的战略 你如果连真外资假外资你都不懂的话 那我问你你怎么能够赢这个盘 再加上大盘今天到底是收高还是收黑 各位今天是不是跌三点做收 是不是一千一百九十一 我九点半就已经发给全球的学员朋友 早上还是开红 各位为什么蔡老师断定会收黑 所以我就跟你讲 唯有战略加战术 老天爷这个好运气一定离你不远 不一定给你啦 但是成功是给准备好的人嘛 你什么都不准备好了 那下礼拜如果行情又起来 我不是跟你讲 不是回档两天就回档六天 那如果回档六天的话 正好下礼拜三期货结算 给你压到最低 礼拜四给你跳空上 又是另一波行情的开始 各位那你准备好了没 你不要说昨天大盘跌 那今天又跌三点 你又异性阑珊错了 我们每天眼睛啊 像火眼金金一样 都盯着要寻找下一档的一个什么 一个主流类股嘛 这才是专业操盘啊 没有盘好跟盘不好嘛 你告诉我那下礼拜一大盘 涨几点跌几点 谁知道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准备好 如果大盘涨的时候 你要锁定什么股票 如果大盘跌的时候 这些股票是抗跌的 你要怎么样来做买进 是要分两次买进 还是分三次买进 各位这不就得了吗 这个叫战术嘛 战略加战术嘛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进退要有据嘛 股票一买就是要准备 拿来卖的嘛 谁要当股东 没有人要当股东啊 对不对 你当股东 那叫传家宝 那是20年前 20年前股价很低档 现阶段一万多点 什么传家宝 各位不要乱扯 是不是 加权指数 4月上旬就跟你讲创高连连 涨涨涨涨涨 涨到多少 涨到蔡老师跟你讲的 礼拜四 4月11号的开盘 就昨天嘛 各位是不是 有没有 就一模一样嘛 昨天是不是4月11号 对不对 9点50分开始杀盘嘛 那杀盘能杀去哪里 你看到期货的一个进多单 还6万2千口 对不对 你看到美股还是高档震荡 你说亚洲股市 户股虽然回跌了 也跌不去哪里 你说台湾股市会回跌到哪里 所以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来 要跌了 但是不用怕 我们按照之前的形态学 对不对 2月26号跌到3月8号跌6天嘛 跌了212点嘛 那3月22号跌到3月25号 跌了两天而已 跌了209点 那也是自营商要压盘嘛 所以自营商犯了这么多啊 罪孽之后后面每天买 三四十亿三四十亿 赎罪心态啊 各位 对不对 所以说 很多事情你要了解 人家打的一个算盘是什么 今天的台湾股市跌下来 小跌做收跌三点 完全啊 如蔡老师的预测 那我也跟你讲 这一波啊 目前啊 就是龙卷在做最后的回补 嘎空啊 从3月28号 64万张 目前已经啊 昨天剩下40万张 变成啊 少了23万张到24万张 这一波的起涨是10445 来到 昨天的高点10887 涨了442点 这就是嘎空走势 也就是说里面 除了一些业绩好的情况之下 还有一些心不甘情不愿的买盘 各位 从1月份放空 2月份放空 3月份放空 到现阶段没有意义了 因为强迫要回补嘛 所以说你放空了怎么办 没关系啦 你空的地方啊 赔掉了 蔡老师下一波帮你撞回来嘛 因为你做错方向 你跟错老师嘛 怎么办 你回到产业悬股就好了嘛 不要赌气 不要说这个盘涨多了 你看涨不停 那后面怎么办 11270不会过 我不晓得会过不会过 因为会过不会过 对我们来说没意义啊 我们做产业选股的 我们找好的产业不就好了 如果说会过的话 我们就赚很多嘛 那如果说不会过 我们也赚不少啊 各位不就好了吗 各位 大力光 昨天到底人家怎么看 这才是今天的聚焦嘛 为什么外资就明明知道 法说会 他要连续两天卖钞 大力光 原因在这里啦 第一个 毛利率64.24 法人估65嘛 毛利率离法人啊 估的啊 有一点微幅的小差距 没有什么大失落 但是有一点不如预期 一点点而已 但是重点在于后面讲这一些 除了啊 这个董事长啊 这个林恩周先生啊 证实三星已经啊 是大力光的客户 这个我之前就已经跟你讲了 可是我什么时候 1月4号 你会记得吗 来 你看蔡老师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我1月4号是不是跟你讲 来 补足最后缺块 大力光南瓜 所有手机厂的订单 三星A系列三镜头订单 对不对 1月4号 你看 昨天4月11号人家证实了 我提早三个月前跟你讲 那时候才是合理的买点 现阶段你认为这个是利多 这当然不是利多 还有一个关键在哪里 这一个东西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三镜头 主镜头 变焦 然后超广角 这个变焦 这个东西 大力光说 其实他不想做 他不考虑自治 也就是说原先大家认为三镜头的渗透率 增加这么多 对不对 大力光应该全盘整个三区 大力光说没了 我吃三分之一 就是主镜头跟什么 跟超广角 他变焦这一块 他不想做 各位 他变焦这一块 因为主要这一块要临近 对不对 这个临近是2.5美元到3美元 那这个模组大概是14.5美元 大力光说他不想做 他不考虑自治 所以说原先法人的预期 原来三镜头不是你全包 所以今天大力光有一点压盘 但是我跟你讲 狭不掩瑜 对不对 我之前就已经跟你说过了 这些东西后面 自然市场上 会来做一个消化 不管是利多还是利空 反正后面大力光再起的时候 就是法人又重新归队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讲的 你看像这个礼拜二 跟你讲的 新霞泰山超北海 对不对 不是叫你吃北海鱿鱼丝 不是啊 雪鱼相思 你看跟你讲 智义 晶元电 然后联发科 你看看 今天联发科 大盘弱 联发科还这么强 晶元电也一样 你说这不是专业 什么是专业 这不是公开让你印证吗 智义 除了三月份业绩很好之外 还要发行CV 还要做现真 公司派不就摆明了吗 不好意思我先就让股价压一下 因为要发行CV不能太高 等后面他再来捧你涨 各位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说我在那边才会跟你讲 如果行情不好 公司发CV要干嘛 还要现真 对不对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太多太多的情况 有时候你不懂 就像昨天 为什么有时候报纸调升 你看联发科调升文帽 结果昨天联发科 最高303就杀下来 文帽今天一样续跌 为什么除了文帽 他的一个什么 龙卷回补之外 重点是有时候报纸上的 好跟不好 你要分清楚 就像我跟你讲的 人要找三个朋友 就叫一者三游 有职有量有多文 对不对 蔡老师现在帮你 做了这么多功课 你如果欠缺这一环 你就应该来交蔡老师 这个朋友 不就是这样吗 这样你后面 才有赚大钱的机会 你看当时就跟你讲 金册在涨了 你要留意 对不对 联发科那时候284 你看涨到现在 所以说真顶也一样 从2月11号 我在电视上给你公开 推荐以来80块 今年已经来到109.5了 各位还更高 蔡老师印出来的时候 已经出门 最高来到111 4958的真顶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好了 4958的真顶 最高111块 来各位你看看 当时第一波拉上来 对不对 这全市场公开认证了 所以我跟你讲 要怎么战胜恐惧的秘诀 很简单 就是产业选股 获利必然 你有任何的一个难题 只要来到蔡老师这里 蔡老师帮你选好股 好选股 股选好 你的结论 行情好就是赚多 行情不好也会赚少 所以不公平的市场 要找专业来当你的靠山 产业选股 战胜你的投资恐惧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蔡老师帮你一档 接着一档的赚不停 有任何难题 一通电话 解决你股票 不赚钱的烦恼 我们先把时间 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广告和来自于 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 一言星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各位 你看看 蔡老师的节目 包括你现在在看的 都是live的 绝对不是同夜松的 一个什么 一个预录 盘中也一样跟你讲live 对不对 今天的盘是 跌了三点做收 来你看看 我之前盘中跟你讲的 来 每天两档 3月7号 9910跟你讲风太 今天创新高 3月21跟你讲 3017的齐鸿 听说今天创下 10年新高 3月21的 3338的太塑 龙卷回补完之后 竟然股价还一直涨 最棒最棒的形态 就是这样 来 3月22跟你讲2464的盟力 3月27讲3083的一个网融 丰太 192 3月7号 今天涨到234 来 194这边 对不对 丙风大中华头顾 对不对 3月7号 各位是不是 然后呢 齐鸿 34 今天来到40块 3月21讲的 来 齐鸿 35.4 3月21 各位对不对 品封大中华 对不对 来 齐鸿 太塑 3月21 36 今天来到54 更是涨翻了 来你看看 对不对 36 3月21 平封大中华 3008 太塑 来 各位 蒙利 44 今天51 来 蒙利 来 平封大中华 44 3月22 各位对不对 来 3月22 蒙利 网融 45 今天52 3月27 来 3月27 来 对这个 来 3月27 45 网融 平封大中华 有看到吗 来我问你 你说你投资上有蔡老师的讯息 你怎么会有恐惧吗 你不会有恐惧吗 你唯一的一个恐惧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什么 超出你自己能够承受的一个能力 我讲什么你很清楚 所以说我在那边跟各位讲战胜恐惧的秘诀 只要蔡老师给你选好股的功夫 你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你只要不贪念 不要想说我今天你又要抗鸭 各位 红海集团是多久才抗鸭了 各位看一下 70几年 到现在30几年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台达电 昨天创新高 低档买 昨天卖是不是很好 来 昨天外资还买超 外资会无怨无悔 所以他会杀下来之后 外资一直买 然后又涨上去 我们又会买在低点 我可以提前跟你预告 各位 所以说蔡老师的一个什么 一个超盘的东西都是有买有卖 你看昨天爆 前天晚上爆这一种 195 这不就在害你吗 所以就建一个高点 各位你看今天2308的一个台达电 请导播打出来来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压盘 都跟你讲在前面 各位 上礼拜二 第35集 对不对 跟你讲智慧城市 各位是不是 智慧城市 讲的就是什么 台达电 还有群光 还有什么神达 各位是不是 群光神达 党党创新高 各位 你跟我讲说 老师怎么那么厉害 讲完之后隔天 还没开盘 台达电公司派利多 然后声明 泰达电股权过了 怎么这么巧 这不是巧不巧 这是我一开始跟你讲的 战略加战术 你后面自然会结合好运气 这个好运气 不是突然间老天爷给你的 而是你就是这么认真 你那个好运气都在你旁边 一次没来 第二次就来了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看一下 4月2号讲 4月3号台达电 你看是不是结束整理 外运K线 然后开始往上走高 对不对 这样一路走高 然后跳空上 你看蔡老师 是不是都让你来印证 各位是不是 那你说这个盘 有什么好怕的 来各位 你看看 金元店 蔡老师这礼拜二讲的 你看外资还一直在买 所以未来这些个股 不创新高 找什么个股创新高 我又没有再跟你讲说 你买得到 因为这些是人家主力要做的个股 我很清楚 我不碰那些东西 所以红红的涨涨的都不会吸引到蔡老师 因为蔡老师的学员太多 全市场现在蔡老师的学员最多 所以说蔡老师要找一些稳当可靠的标的 各位你知不知道 有买有卖 是贪还是真的 当什么股神 不用当股神 帮你赚钱就好了 各位 3596的一个致意 你看我就跟你讲三月营收 年成长81% 又要现增又要CP 不就得了吗 各位 我冒 你说老师回跌 当然回跌 你为什么不跟着我们卖在高点 农券整个回补了 当然就下来 下来能下去哪里 年终下半年的产能会大幅回升 你都不清楚嘛 你只是在讲说 是不是黄金交叉 技术分析这样 对不对 太low了 所以说要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 各位 亚光也一样 大力光不做宁静 不做这个变焦的镜头 谁受惠 为什么之前我们能够赚这样 现在回下来 我们是不是再找买点 不是说看那个宁静的这个镜头 还有五批塑胶镜面 亚光除了可以买别人的之外 他也可以自己做 他自己也有这个能力 那一整个这个变焦的这个模组 三镜头里面 第二个镜头 这个加起来就可以赚14.5美元 所以亚光之前涨是这样 这一次回下来 正好又赚第二波 各位 台积电下礼拜 法缩会 这个要留意了 为什么我说要留意 因为目前有一些讯息 我也不变太过于透露 但是我也希望它涨 只不过台积电 我真的太熟太熟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有这方面的战略 对不对 如果下礼拜 人家礼拜三要来压台积电的话 因为期货结算 不压不行 礼拜四是不是还他公道 那你什么时候买最好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能够去跟你讲的太明白 但是进退要有据要有依据 各位你知道吗 这才是专业 第四颗镜头叫TOF 不管谁拿 大力光拿 或者其他的厂商拿 全部的机器 各位 全世界量车机器最好的 2360的自贸 你看 是不是自席量 有没有机会配合 来做一个转折 就看下礼拜 对不对 智邦 400G高阶转弯器 第二季开始量产 股价居高不下 要回也不回的 这些好股票 都是蔡老师准备带领你 好好的去大赚一波的 可以避免掉这些 主力大户的一个圈套 养套杀嘛 所以说你要听蔡老师的话 与天为敌 你不要跟趋势 跟不要跟时间做 做违抗的事情 因为你打不赢他 放空 四月份回补五月份回补 你是在放什么空 现在全部都补在高点 你以为洪海今天涨什么 下礼拜一龙卷回补日 你以为真顶今天涨什么 下礼拜一龙卷回补日 空方全部都惨败连连 怎么办 找蔡老师用产业面帮你赚回来 各位物与类聚人与群分 你之前跟错老师没关系 蔡老师邀请你跟上我的团队 股海里面做到好股票 本来就是很难的 要找到真正专业的帮你一档 接着一档的赚 又要有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分析团队当背景 所以蔡老师才会这样公开 重新付出16个月 让你都看在眼中 都公开让你验证 我做的节目都是live的 各位你知不知道 我从不做预录 有什么预录 你以为布袋系要预录 各位不用 公开让你运证 这才是专业 这些个股不是让你 好像买进就死死的爆 有赚钱要记得卖 知道吗 如果没有的话 代表你专业不足 你要让专业的来帮你 产业选股战胜恐惧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蔡老师带领你布局 一档接着一档的转不停 屏风大中华生活圈 记得去加入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也祝您操作顺利了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